剛剛我想各位就把它改成這個 家電這裡面的話就自己把它Key上去 其實也沒有幾筆資料 自己就把它Key上去 再來的話我們底下要產生什麼 產生一個至少要到31的一個表格 那這個表格部分的話 當然會牽涉到幾個重點 就是說我們這邊有兩個資料 第一個就是 第一天的位置應該在哪裡 所謂第一天位置就是從weekday 我要知道說這個月份 比如說我今天這邊選取的2013的 比如說6月份好了 那這兩個數字 我怎麼知道說6月1號應該是星期起 那星期起的話我就把這個 1號就放在那個位置上面 然後依此類推往後就延伸 那這個地方的話我需要知道幾個資料 第一個本月的起始日是哪一天 那其實本月的起始日就是什麼 其實呢就插入函數裡面呢 我找到那個日期時間裡面的什麼呢 有一個函數叫做date 那date裡面需要三個資料 第一個他會問你說請問一下你的年是哪一年 那就是這一年 請問一下你的月是哪一月 就這一月 請問一下date是哪一天呢 那就是期始日就是哪一天 就是6月1號 所以按確定之後 那我就得到2013的6月1號 那如果說換一個日期的話 這邊也會跟著改變 因為這邊的資料是從這邊而來的 好 那下一個月的起始日應該是哪一天呢 那實際上有兩種方式來做 第一個呢我可以怎麼樣呢把這個函數 把它複製一下 取消一下直接怎麼樣呢 把它再貼回去 貼回去之後呢把什麼呢f1加 加1就好了嘛 打勾之後那就下個月的 第一天了嘛對不對 那或者是另外還有個函數用什麼呢 用 其實前面我們練習過嘛 就用什麼 E-Date E-Date 在那個2007以後的版本就直接有了 在2003的版本呢 你必須要在什麼 在那個 爭議集裡面的那個分析工具箱要打勾 才會有E-Date這個函數 不然的話 如果你還在用2003以前的版本 這個E-Date這個函數 是不是內建的 而是必須從爭議集裡面去找 那當然如果說你這個地方 E-Date很簡單 主要就是說呢我給他一個start date 然後呢 但是